嗨 大家好 這是肥波 前幾天去吃了位於中和的Mastro牛排館 體驗了旗艦限定只要688的牛排吃到飽 從頂級肩胛牛 上蓋黑豬樂眼 熟成板件 到牛肋排和菲力 一共吃了48盎司 好的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好的各位 現在我們已經來到Mastro的店裡 整個感覺相當有比 我覺得算是比較公演風 比較自由奔放的感覺 那跟各位報告一下 他們其實總共有三種方案 從688到1088都有 那我選的就是他們最便宜的688 那你就可以從這五種排餐中任選任你吃 吃到你滿意為止 那我今天打算就是把每一種都吃過一個再走人 OK 各位 那我們就直接開吃 首先這一份是頂級冷藏肩胛牛 一看就是高品質 好的 那我們就先來嘗試一下肩胛牛 喔 美哥 我覺得這第一口吃下去 我就覺得非常超值 大家可以看到我其實沒有嚼很久 代表說它不會太嫩 但是還是有口感在 慢慢咀嚼 那個肉香就出來了 從這個角度看出很明顯 它的油脂是非常的豐富 咀嚼起來就會很舒服 真的很不錯 現在來試一下旁邊的沾醬 蜂蜜大蒜醬的感覺 吃一下 一點微甜配上大蒜的香 你這個節奏要放慢 因為我總共是要吃五種 那我剛才心酸了一下 有48個吃 OK 薄皮辣椒吃一個 薄皮辣椒呢 它就是能夠把你的口腔 怎麼講 刪除了牛排的記憶 讓你吃下一口的時候 感覺是第一次吃這種感覺 這個比喻真好 OK 我們再來配烤蒜頭吃一下 它越中輕的是越嫩 我覺得就連這一份 它都有688的價值 我覺得真的很超值 各位觀眾 配上旁邊的沾醬 OK 再來是旁邊的薯條 薯條我還是用手好了 薯條沾醬真的很好吃 真的是很陌生的味道 但是很好吃 感覺還帶有一點淡淡的香菇香 我覺得它不會比牛排差 OK 各位 那我們繼續處理它 我們待會下一份見 OK 各位 我們的第二份來了 那這一份呢 是10盎司的熟成牛肋排 但是我這一次呢 就沒有點薯條了 雖然說它的薯條真的很好吃 它那個蘸醬真的是非常優質 不過呢因為我要全部吃完嘛 所以沒有辦法 OK 各位 那我們直接開吃 它這個油脂好不好 一看就是非常的豐富 沾一下它的這個烤肉醬 這應該是五種裡面最嫩的一種 吃一下 這個等級我覺得之高耶 油脂毫無意味 非常豐富 跟它表層這種比較焦比較脆的地方 形成一個非常鮮明的對比 最後再配上它這個濃郁的烤肉醬 我覺得這個方案真的非常值得 我相信也不用多說了 我就繼續吃 真的很明顯 你會感受到三種感覺 最外層的焦脆焦香 裡面油脂的豐富口感 最後加上外圍包上的烤肉醬 非常爽 這個油脂的分布真的是很爽 牛肉排跟豬耳排的感覺很不一樣 都是嫩 但是牛的話你可以再多咀嚼 都體會一下它的肉香 不像豬耳排通常都是很軟很綿 就嚼一下就沒了 OK 各位 第二份突然就剩下三塊了 沒有薯條真的差很多 我覺得依照這個情勢看來 我要吃完全部五份 應該是完全沒問題 OK 最後一個吃掉 我們就要繼續點餐 OK 我們下一份見 OK 各位觀眾 我們的第三份來了 它是10盎司的黑豬上蓋樂眼 那看起來呢 油脂一樣是非常的豐富 OK 各位 那我們就先來試一下 原味的黑豬上蓋樂眼 豬的樂眼我實在是沒有吃過 感受一下 你一吃覺得感受出來 它是高品質 看一下它這精美的油脂分布 而且它的厚度也是有的 所以咬起來真的很讚 我們試一下它旁邊這一坨沾醬 綠綠的沾醬 大家看一下這個很甜 真的非常的爽 而且各位有注意到嗎 它都是幫你切好的 所以說你吃起來是很順暢 完全不費工夫 OK 各位 我們的上蓋樂眼解決了 下一份見 OK 各位觀眾 我們的第四份來了 它是10盎司的熟成板件牛排 看上去也是非常的誘人 厚度應該是目前吃到最厚的 然後熟度呢一樣是分熟 OK 各位 那我們就直接吃起來 首先當然要嘗試它們的原味 但是我覺得我把它切一下好了 不然這個一大口不太好 看起來好爽喔 試一下 其實我很少吃這種比較高級的牛排 對於板件牛我的印象 都停留在那個平價牛排裡面 這個呢 完全是不同感覺 還沒攪之前 你可以透過你的嘴唇 感受到它肉的軟綿的感覺 然後呢 我再吃一口 雖然它也是屬於那種需要 區別比較久的 但是呢 但是呢 那個過程真的很享受 非常之優喔 然後它的表層又是帶著焦香和脆感 我必須說 吃到第四份 開始有點疲憊 開始有點疲發 最後再吃一口 我就慢慢吃 滑個手機 不然這個畫面重複性太高了 OK 各位 那我們待會兒 最後一份 8盎司的菲力見 OK 各位觀眾 我們最後一份 8盎司 5分手菲力 配上滿滿的薯條 這個真的就是最後一份 其實我覺得整個感覺 體驗是滿不錯的 因為每一份之間都有一個 適當的間隔 所以吃起來不會很有負擔 滿舒服 滿享受的 而且重點是它的薯條真的非常的優質 本身呢是很脆 但重點是它這個沾醬 有點蘑菇 有點蒜 我不太曉得什麼醬 但真的很好吃 哇 這個醬真的很好吃耶 各位來啊 一定要吃一下它那個薯條 OK 各位 那我們就先來吃一塊原味的菲力 菲力呢 其實算是那種比較瘦的 所以待會可能需要小嚼一陣子 是一樣 很明顯它是今天所有裡面最瘦的 但同時它的肉香也是最明顯的 是一種我前面四份都沒有體會到的感覺 很不一樣 很特別 但是它雖然瘦 也不至於到難嚼 就是很神奇 很多汁的感覺 但它這個薯條不得不說 真理優質 牛排配那薯條沾的也是很不錯的 菲力沾上芥末醬 好 各位 以上就是這次的688牛排吃到飽的體驗 沒有什麼好多說的 非常的超值 各位可以把它想像成是吃到飽版本的Fridays 但是價位更低 品質甚至是更高的 而且其實你只要再加100塊 就會多一區 也是無限加點的 像是有義大利麵 起司條 提拉米蘇等等的 只是因為我當初是抱持著 我要把每一種排餐都吃過一次的決心才去的 所以我就沒有加了 真的滿建議各位去嘗試一下的 非常爽 非常值得 好的 那就這樣啦 我們就下影片見 掰掰